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分娱乐现在开售 很突然的,潘伟博官宣结婚,引爆微博,她筛出了一张全家福图中,与她相依相味的女生就是新鲜潘太 也就是之前网传的潘伟博绯闻女友Luna轩云 随后Luna转发潘伟博的官宣微博,用两个爱心承认已婚 没想到,愣子潘伟博终于在40岁的这一年选择安定下来了 对她突然的官宣,她的朋友们也很惊讶,周杰伦直接评论了一个 哇靠,可能这些朋友们也没有想到,在传了那么些的女星绯闻之后 潘伟博最终决定和这位空姐女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新鲜潘太Luna是一位空姐上海人,1994年出生 比潘伟博小了14岁,之前是长这样的 2015年,王思聪在三亚举办的这场被吐槽为另一个海天盛宴的庆生趴 她有出现,被指示在场的嫩模美女当中的一员 当时的照片有网友指出是最左边的这位,她也被知情者爆出来了 一些在其他酒会party的照片 台媒还说Luna曾经是跟陈柏林房主名party狂欢 是夜店小工具,用词颇为热辣呀 不过这些所谓的历史呢,潘伟博不见得不清楚 虽然现在才官宣,但其实他们俩很早就在一起了 2016年的9月份,左伟团队呢就拍到潘伟博一恋空姐 长发妹子,貌似就是Luna本人 根据台媒电片的爆料呢,是2015年的7月份 狗仔呢就得到消息了 Luna已经自由的出入到潘伟博的家里 爆料人似乎很了解Luna的信息 名字全都对得上 连微信号呀,电话都有提供 可能就是他们身边人 爆料初出曝光之后呢 就有潘伟博的粉丝开始密切关注Luna的各种社交动态 逐渐发现了他们更多的联系 接连不断的撞同款 同款桌面,同款LV箱子,同款玩偶 还有同款家具和同款Superme的喷钱手箱 同款帽子,同款飞机 在Luna的照片里 他伟博的胳膊疑似出镜了 2018年,他伟博去参加巴黎时装周 被拍到买了个香奈儿女包 粉丝还奇怪,他买个女包干啥呀 之后啊,这款包包就出现在了Luna的照片里 最直接的锤呢就是Luna曾经晒过一张健身照 背景里的地板,墙壁,健身器材 全都跟潘伟博家里一模一样 同居实锤 今年初,Luna下照片 网友发现,玻璃倒影里给他拍照的 貌似就是潘伟博本人 从2015年直到现在 朝夕相处整整五年 感觉走进婚姻那也迟早的事 去年年初,就有Luna有人爆料 潘伟博和Luna已经在美国登记结婚了 还有网友爆料 称潘伟博爸爸在讲课的时候 不小心说漏嘴了 也表示他快要结婚了 但潘伟博方面的反应就很奇怪 一次次传绯闻又一次次的否认 最初两个人同框的蛛丝马迹被扒 潘伟博在爱因子上面上传一段 说唱视频,配文 音乐是真实的,绯闻都是胡扯 暗戳戳的否认练警 去年初两个人被传婚讯 潘伟博工作室又眼疾手快的发声明 表示目前未婚 还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所以现在又说 一直都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告诉大家 潘伟博就被吐槽是史诗级的打脸 不过有人猜测潘帅选择现在官宣结婚 难道是因为Luna有好消息了 Luna之前经常晒照片 动不动就美照就功格 但今年很少发全身照了 最后频繁的更新停留在了1月份 之后的这半年 他分享的照片基本都是半身图 今年4月份还晒了很多美食图片 生鱼片、螃蟹之类的配文怀念 6月底难得出现一张全身照 虽然刻意弯腰 但是腰腹部似乎已经有些隆起了 所以网友猜测可能Luna就是怀孕了 才会吃不了生鱼片这些食物 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潘伟博听着打脸 也要官宣结婚事实 目前来看 大家还是祝福的声音居多 朋友们也很开心 潘伟博找到一个彼此喜欢 彼此陪伴的对象 唯一感到不开心的 那就是潘伟博无心的 五尾熊CP粉群体了 这一段大家估计都有所了解 当时柯糖有多真 B后的色的就有多狠 2017年中 潘伟博参加恋爱真人秀 就我们相爱吧 和无心组成了五尾熊CP 填到很多很多人 他不仅在节目上 暧昧十足 直接纹脸颊 私下里还一起出席活动 也填到飞起 再加上坊间爆料 快本众人的调侃 还有很多观众 都以为他俩真的在一起了 结果现在回头梳理一下 潘伟博的恋爱时间线 原来他从上节目 草CP再到结榜 全程都是有女朋友的 所以现在五尾熊CP粉非常生气 既然你有女友干完 还上恋爱节目 还趁CP最火的时候发专辑 退钱 今天潘伟博官逊结婚之后 五尾熊CP后援会官博 也跟着宣布解散了 现在CP粉们都在超话刷屏 吐槽潘伟博 骗子还钱 配不上无心 加上无心的争议体质 体感下 接下来又会是一场血与腥风了 嗨 陆地CP 宇宙CP 五尾熊CP 一个比一个崩的伤人 生活再次教育 我们这种综艺上面的CP们 还是看看就算了吧 最后祝福潘伟博和Luna 甜蜜长久哦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